DFC的四個步驟 哈囉我是DFC台灣的發起人 許欣偉Kate 我覺得DFC的四個步驟 其實可以運用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去改變一些抽象遇到的挑戰 那譬如說呢 當我感受到我身邊的問題的時候 我可以怎麼樣去想像 各個不同的解決方式 然後真的去實踐它 真的去實踐那個解決方法 真的就把這些故事跟別人分享 那舉個例子來說 當時我在腹中擔任老師的時候 我感受到的是孩子們 可能他不知道他學習的意義是在哪裡 他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他要學數學英文歷史 那當我看到了DFC的發起人 Kieran校長的演講的時候呢 我看到了一個教育的不同的可能性 於是我想像 他可以怎麼樣在台灣發揚廣大 然後可以推廣 那我真的去做了 在2010年的時候我真的去做了 那到現在呢 我們已經累積了三百多個故事 孩子們改變世界的故事 可以跟別人分享 那同時呢這包含了我自己 改變我自己人生的故事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其實有的時候在追 追尋自己的夢想的路上會非常的辛苦 會覺得很累 但是不要忘記就是 雖然這一切都不容易 但是會很值得 我們一起加油 然後以身作者 成為你想看見的那個改變